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在左水溪上游的万松水利计划前后历经了十年 13号在万大电厂松宁分厂举办了竣工典礼 工程期间除公安临灾害外 更获颁了第12届行政院公共工程金纸奖的特优 未来万松工程将为台湾增加1.25亿度的绿电 提供约3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 相对减少了6.5万吨的碳排放量 历经十年,位于左水溪上游的万松水利计划正式完工 13号在万大电厂松宁分厂举办竣工典礼 由黄仲求董事长亲自主持 现场除台电员工包商外 当地立委、南投仁爱乡乡长 以及地方士绅乡亲等都出席见证 也足见万松工程深耕在地化与部落乡亲们的良好互动 周遭的环境跟电厂是完全融合的 那他的建筑也是吸纳所有乡亲他们对于他们文化特色的意见 把他们意见吸纳到设计元素里面来所体现出来的结果 我们还召开部落会议去听取他们的意见 请设计单位把我们做好的图形 为推动再生能源并充分利用物设水库的水利资源 台电公司在南投万大电厂增加一部机 及新建松林分厂二部机 因此取名为万松 工程期间除公安灵灾害外 跟货班象征国内公共工程最高荣誉的第十二届行政院公共工程金值奖特优 在环平过程中给意外发现台湾希特油种的国宝级原生大豆踪迹 并由万大电厂赋育成功 我们得到很多国共工程的奖章 跟很多专业学会的肯定 表示这个工程在执行过程中 它是品质是保证的 那么最可贵的是刚刚看到的 我们执行六年多来 工程灵灾害 万松工程完工后 渴望每年为台湾增加1.25亿度绿电 提供约三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 每年约相对减少6.5万吨的碳排放 可说是浊水溪的绿电小煎冰 台电充分利用浊水溪源源不绝的活水 为台湾带来光明与能量 也为节能减碳创造更多获利的空间 林佳慧张志荣南投报导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